国议会选举点票结束 民建联成为大赢家 先由黄雅耳讲一下各政党的成绩 派出177人参选的民建联 一共拿到115席 六成半人当选成绩最好 比零三年拿多了53席 以值增加近一倍 而民主党就派出108人参选 只是拿到59席 成功率只是得五成半 比上一届少36席 自由党就拿到14席 他们今次出选的人数比零三年多 不过拿到的议席 只是比当年多两席 民协今届拿到17席 减少了8席 主席逢检基宣布辞职 而组党之后 首次参选的公民党 42人出选拿到8席 但竞逐连任的立法会议员 谭香文就落败 在零三年的选举 400个议席中 民建联占一成半 民主党就占超过两成 不过在今次选举之后 双方占的议席就此消彼奖 亚洲电视记者黄牙宇报道 民建联副主席叶国谦击败对手 重夺港岛官农区的议席 今早早叶国谦就回到选区借票 胡天行现在就在官农选区 天行 叶国谦的行程是怎样呢 民建联副主席叶国谦从夺官农区议席之后 现在就回到选区这里跟街坊借票 他就不断今早都跟街坊握手 也有街坊主动上前恭喜去当选 希望他就继续为他们服务 民建联在上一届区议会选举失利 今次就派出超过170人参选 副主席叶国谦从夺官农选区议席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认为 今次的结果是有助明年立法会选程 又说2017年适合普选行政长官 详情就由黄牙宇报 时间四年叶国谦在他失败的地方 重新拿回议席 以八成也就是2700多票压倒胜当选 可惜今次的对手不是何秀兰小姐 如果能够这样 我相信在今次的选举之后 更加能够看到选民 在这方面对长期服务社区的 这方面参选者的支持 他期望明年重返立法会 同样当选 但大部区的李国英 只是多过对手公民党的曾国锋 不够200票 民建联在多个选区步节 包括有年轻和首次参选的候选人 击败民主党的现任议员 也有20个卷土重来的人士当选 主席谭耀宗说 选举结果较预期理想 与社会环境转变有关 与大家重视社会的稳定和和諧 大家重视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 而区议会的选举 其实很重视地区的基础性的工作 如果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的话 对我们立法会的选举 一定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说民建联日后会继续吸纳年轻人才 配分他们参与地区工作 亚洲电视记者黄牙宇报道 叶国谦下午就会继续在这区 继续跟这区的选民 支持他的选民借票 而他也承诺会继续做好地区工作 报道就这么多了 交给新闻报 谢谢 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全面失利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承认失败请辞 但是获幻楼 刘浩俊报道 民主党是承认失败 我们也是接受这个失败 但是在接受失败的同时 我们知道是需要 从失败之中 作出全面的检讨 深刻的反省 何俊仁和前主席李永达都在选举之后 为选举失利请辞 我们是全体挽留 何俊仁主席继续担任我们的党的主席 我们也接纳李永达 就是承担今次区会选举 我们认为失败的责任 所以我们是接纳了李永达请辞的 民主党就说落败的原因是跟拉票的动员能力不足够 今后也要改善地区的工作 泛民在今次选举里面亦大败 被誉为明日之声的公民党真国锋 在大埔区选区落败 立法会议员谭香文 在黄大仙龙升选区竞续言人失败 这次区议会选举当中 民协只取得17个议席 较上一届25席少 7个现任区议员连任失败 主席冯检基对结果感到失望 会向中常委提出辞去主席一职 中常委今晚会开会决定是否接受 我们的选民 我们的街坊 以往我们民协做开的选举工程的工作 以前他是支持这些东西 现在似乎这些东西都没什么用 输了几个区的对手 第一他有一个很强的社区网络 是很掌握哪些人在哪里 住哪里 电话那些东西 第二个他有很强的 很多量的民喻康体的活动 而这些活动都是相对地比较便宜的 可能直接可以个人受惠 三正来我不是有钱人 我不可以派东西给人家 这不是我的目标 而是我们想做的东西 而公民党的陈淑庄 在山顶选区当选 自由党主席田北俊承认 较早时不满地铁行政总裁周重江 提名陈淑庄的言论 可能对自由党选举的得票率 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泛民有需要切实检讨选举失利的原因 否则明年的立法会选举 形势可能会更恶劣 很多区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基本上面的据点失了 怎样重新偏配资源 对于泛民来说 因为资源据耕建策 这个难度是比民建联四年前的情况 难度高了很多 你说换了个主席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都未必能够解决 倒不如也剩下来可以做主席的人选 在民主党里面有限 我觉得倒不如带罪之身 怎样可以打好一年之后的选战